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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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丁超 今天是小碟 有很多人会有一个想法就是 他就是走路就是没有 反正就是一个方向 就是说长的时候他就认为说 永远不会跌 那跌的时候就永远不会长 就是非常极端 你长的时候你认为 会一直永远都一直长 表示你是基本面派 你就是每天都看那个基本面很好 基本面很好 你每天看的东西都一样 你当然就是延伸过来 你认为就是那一套就搬过来 可是技术面人不会这样讲 技术面每一天都要检视 明天会不会涨 明天会不会跌 每一天都要重新检讨一次 没有跟你玩这一套的 那你说啊 不管他只是涨一百点跌一百点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我们没有在长年投资股票 那这边没有 百分之我不知道 那等级导租的投顾都没有在等级导租 啊 如果还没听到 投顾等级导租 哪有人要参加会完 我会说得比较现实 你听就好了 如果我们 那不是只有我们的投顾 所有投顾如果说叫你长期投资台积电 百个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一百年 你差不多回来说 都不动啊 掌也不卖 跌也不买 那就讲这句话说长期投资 那请问你这种节目有什么好看的 你看这种节目有什么用 都不动作的有什么意义啦 你随时无时无刻 看你心情好 哪一天你就要买台积电 你就自己去买 哪都不要卖 这都是要投资什么 这就是投资国运昌隆 中华民国啦 你明白吗 投资这样而已 不然你是投资什么 我们这边就没来这样 我们都没来来算的 我们没有在玩股票 我就跟你讲明的 我们是价差操作 价差就是说 有不得有不得 有不得有不得 絕对没要回去投资 老师说你们都要炒短线 对啊怎样不行 老师说你们只有做波段而已 你又没做回去投资啊 对啊怎样不行 是不是啊 不行啊 那不然你去找巴菲特啊 巴菲特也做爹爹的啊 台积电买不几个月就浪账了啊 你记得台积电 我讲台积电买了 好 不然太厉害了 买台积电 大家说好 巴菲特股神买台积电 那边就说要闪到这样 所以大积电 又没有了我说不去了啦 不然你卡电我去问他 你说你不是说要回去投资了 哪里投资不下去 你就浪账了 它要理你吗 它会理你吗 你刚才吃一趟放到要花几千万 我告诉你 你还没插入 所以我要跟你讲就是说 我们做股票就是每一天都在检视 因为现在目前的行情 的确是在整理 你不要一直误以为它马上会到一万八一万九 但是我已经跟你报告过了 未来一定会通过一八六一九 因为连线趋势向上 我已经解释好几百遍啊 不想再讲了 连线的趋势向上代表长线多方式 季线趋势向上 季线这个是季线六十天平均线 季线向上代表中线多方式 越线趋势向上代表短线多方式 但是短线最常调整 因为调整最慢一定是连线 再来就是季线 那季线代表中线嘛 中线的支撑 那每一次到季线它中线的支撑 它都会产生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转折拐点 如果你有每一次 如果每一次的行情里面 你有碰到这种大跌 碰到了接近季线 但是季线是往上的 一定要前提是往上的 你不能季线是往下的 往下不好 往下会一直跌 季线往下反弹是卖点 反弹是卖点 季线往上 季线往上这条叫季线 季线往上 拉回是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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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未来有拉回 好 我跟你说 你那些钱穿得扁扁 我把我的回馆这样说 我们现在的操作 的确是比别人观望还保守 我也不借钱做股票的 我也规定不可以 借任何一毛钱的 都是用现金做 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就是 你不要一千万压一千万下去 因为现在是在整理 如果有机会 不一定是这个机会 但是有时候整理是两种 一种是时间整理 一种空间修正 它可以在这边一直晃 一直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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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像这样也在混 混很久 然后让它季线自己 跑上来交接 它就一直混 一直混 一直混 季线让它自己跑上来 让它自己跑上 因为它会一直往上跑 那它如果一直混 一直混 这条线一直每张地延 地延 地生地生 它会在这边交接 那也是季线 也是在季线的拐点 这叫时间修正 时间只整理 它都一直不跌 不跌整理一直整理 可以在这边交接 那也可以直接下来 你知道是哪一种 你知道是哪一种吗 如果你问我说老师你知道是哪一种 我跟你讲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我问你是哪一种 你一定说你知道 因为你是诈骗集团 你在假的 不要怪 我给你不怪 不要来自找人讲 讲那些无聊的话 就是不会知道 不知道 我就跟你讲我不知道 如果我知道我就直接把它压下去了 我就是不知道 因为我技术派的 我是尊重趋势的力量的人 可是现在你不能做空 因为它不是空头 它不是空头 虽然今天有些股票像四星突然间有跌停板 它不是空头 它不是空头 最少也要月线往下走才短空 季线往下走才是中空 它没有 它根本没有这种现象 如果以大盘来讲 没有这种现象 它是多方式 那多方式的操作 有一个操作策略 你不能压 你说老师我靠大才知道要压万党 你自己来 但是我带会完做 我不能来做 我带会完操作股票 我没办法做 我没办法做 全世界都是这样 老师这也是在经历 对啊 经历 经历嘛 这都经历啊 它弹上来以后 你看回到季线 这个最完整 达到季线是最好的 然后弹上去月线嘛 月线扣底高嘛 所以它压盘嘛 它会在这边期间整理一段时间 然后让它扣底值扣高 再扣低的时候 扭转月线向上 然后形成线向上 再突破高点嘛 这一组走势最漂亮 南韩中和指数走势最漂亮 最标准 我们台湾要插股票 内支很喜欢炒股票 中小型股 扣得没啥啥 所以它技术面来讲 就是比较 会比较乱一点 那你说美国 美国它就是这样啊 美国它现在也是打到了月薪反弹嘛 它还在整理啊 对不对 它还在整理啊 美国也在整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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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型股比较强啊 所以中小型股的过高点 因为台积电在整理嘛 所以大盘就整理嘛 今天高低点差了十块 十块钱就八十几点 因此你看它盘中 有高低点会有差距嘛 最低跌到120点 那今天比较 今天市场比较关系的当然就是 一定是这个嘛 昌龙嘛 不过就阳明嘛 万海啦 不过这支啊 这支啊 这支啊 这支大家最关心的 今天这个除锡啊 这个是AI相关供应院 现在这支韦创 韦创啊 韦营的文公司啊 韦创啊 韦创的连结的就是广达啦 跟尾跟那个技加啦 对不对 这三档大概就是 这个serve的代表 伺服器的代表 那晶片的代表就是它嘛 这支啊 晶片的代表 晶片啊 这支啊 就代表这两档啊 啊 这个在补涨 啊 我只能说的 有一个股票啊 就是这支啦 这支大家都不知道 我说什么 其实你只要看 看我节目的有一段时间 你就知道我在讲那个 既有科 都要得到啦 因为我一直重复 我昨天一直在节目讲 一直重复讲 这句话说 只要资源涨 有一档股票一定会跟涨 我是不是说一定 我有模棱两可 有一档股票也许会涨 或许会涨 假如会涨 如果会涨 不排除会涨 我没在说那废话啦 我没有在讲废话 就好像 那长龙除息前一天 我就跟你讲长龙直接涨 我有跟你讲废话吗 或许也许可能 假设不排除嘛 没有 我直接讲长龙会大涨 就隔天就涨天板啊 我没有啦 我说长龙 你如果不要 你如果不要 买长龙 你也可以买养名啊 对吧 养名啊 对吧 你看啊 是不是 那长龙这边 这边要除息嘛 那有些人因为有税金的问题嘛 有的人讲30% 40%的啊 当然你如果买一张的 那个不用缴税的 那谁管你啊 但是呢 我讲的是讲给那个 缴30% 40% 还有分离客税 28%的 那一缴下去 他连续三个涨停板 他都不划算啊 所以为什么第一天开始 大家都抢 大副在抢啊 因为 因为他缴税减30% 他抢到 10%他还赚20% 他抢到20% 他还赚10% 今天再抢的话 就没得赚啊 所以为什么会停下来的 原因在这里 用心也知道 长龙那边嘛 我说这句嘛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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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直接说 我早上就在说 不然 你也不用再看我昨天的节目 假农的时间 我相信我说的就对了 因为我昨天一直跟你讲 讲了好几次 我就跟你讲 你要打电话到公司来问 你如果早上去买 其实也没去太多 这早上还平盘一点点而已 对不对 你如果 好啦就算你不敢买 你做跌槌做档充 你也贪一条 也贪七八坡 我们说真的啦 你如果说 你如果知道去买 你买一百九十 你说这开盘也只有一百九十五而已 那也有跌下来 也有跌到 也有好像没有跌下来 到一百九十五 好像就没有跌下来 是不是 就上去了 这有跌一点点嘛 你看这嘛 对不对 你如果要两百块以后也贪十二块 我们说真的啦 这支你就知道了 我就说过了 我以前就一直常常讲 以前常常讲这个 我讲不少几百遍了 我就跟你讲说 你不用看这个 看这个都没效 你如果要看这个我跟你说 你看这支 你如果要看这支就没有一百块了 要贪六千 你不要常常在看这边 有些公司它就付了 付EPS 它都一直飙涨 其实你都知道 我也不想拿那些标股 或者主力股来解释给你听 你就一直看基本面 你不会赚钱 我没有骗你了 你会自限 我没有骗你了 基本面谁不懂 那我要讲这个基尤科 比如说它这样 我讲这个 AASI是叫ASC 委托设计叫NRE 你注意看 港港港 ASC 它也有少数的IP 还有NRE 尾托设计就是NRE 我说字眼 去那间一定会去 怎么样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下回到这边 你需要一展明灯 贯通国际 是你唯一选择 立即拨打 咨询专线 02-7725-9668 贯通国际头顾 诚信至上 以客位尊 专业团队 稳操胜券 创造财富 成就精彩人生 环队三大保证 第一 绝对正派经营用专业服务客户 第二 绝不夸大绩效 华众取船 第三 所有股票待尽一定带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盏明灯 贯通国际 是您唯一选择 立即拨打 咨询专线 02-7725-96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鼓动乾坤 欢迎回到今天下 我这样讲好了 因为你这样反弹到下降十字线 十字线扣底高值 这个叫压制 像这个就比较乖 但是我们都会跟国际股市 都会亦不亦取 我的意思是说 比如说这样弹起来 那量降下来 如果说 我现在讲如果 结果这个我就要讲如果 假设明天中错 你心理上怎么想 或者是明天到下礼拜 一直跌跌到这里来 比如说明天开始 不一定是每天都跌 我是说我现在是讲假设 你不要生气 我知道你做多棋子 我知道了 但是你不要生气 你看看我现在不要经常想起 不要因为我讲的跟你想的不一样 你就每次都生气 你怎么这么没水准 对不对 我说假设明天跌个一两百点下来 或者是明天以后到下礼拜 有持续性的下跌到这里来 你可不可以接受 我的会员一定接受 百分之一百接受 因为我已经告诉他们 有这种可能 所以我叫他们一定不能压满党 百分之五十的股票就已经很多了 一千万买过五百万吃 那五百万就放着 我都是这样子讲 我也没有改口供 没有 我说假设明天大跌 你怎么想 你会不会难过 会不会 如果你会的话 那表示你操作股票 完全没有策略 你一定是压满党 甚至还借钱 对不对 你这种会叫 我来跟你说你是夾度 你会怎么不高兴 我说你是赌徒 你也不高兴 我们是做股票 我们不是在拔减 我们一定要有策略 老师 你怎么说这句 一句话怎么没说 我来跟你说 这个很多 因为这种是大热门股 所以他爱这个股票很多 当冲的也蛮多的 第二万也是就减了 但是我跟你讲 我是跟你讲 如果他这个位置是在这里 我跌停板我一定去买 或是重挫我一定买 但是今天我也不买 你也不要 我没有买就没有买 不会跟你说谎 但是敢去买跌停板 今天1710的 我也佩服你 但是如果说他这个位 如果今天这个位置不是在这里 是在这里跌停板 我一定敢买的 我总体敢的 就好像这边我为什么敢买 一样的道理 他接近了季线来 我还有回补这个缺口 我都讲过了 就是创意也是 创意今天 上一次我是不是买1010 都讲过了 他也是一样打到十字线 打到十字线你看 强势股 都打大部分都是现在 在十字线这个地方整理 但是我是说 我现在不是说 他们贵不贵的问题 我现在是说 相对高基期的问题 我必须要让他一直整理 但是你说他 这个点位是不是 他的最高价 不是 这个四星 我早就告诉会员 调升到我的目标价 我这边也不讲 那目标价 这不能随便乱讲 我早就 调升四星的目标价 不想讲 那我要跟你讲 像这个就是补涨 我董事务 你这个四星创意在起的时 我刚才说这支 这个在补涨 现在资金都跑到这边来了 那这支起的时 你就要相信这支 你那是不是这支 应该啊 我都讲过了 这就是做第一次的 做第一次的 做第一次的 因为现在大半不好做 随时都有可能 再产生大的变动 所以我们就是尽量做个短线就好 有谈就好了 居有刻啊 我怎么在这里说 我昨天在这边讲的时候 大家十个九个都听得懂啊 除非是路伦甲 从来没看过我的节目的啊 那你如果老观众 你怎么应该都知道 我在讲具有刻啊 不然我讲哪一档 不然你总结我都说哪一支 不然我昨天讲说 志源如果涨 有一档股票一定涨 我在TG里面也讲得很清楚 我TG里面也有讲 有预告 不然你认为是哪一档啊 不然你当时哪一支 我当然是讲具有刻 不然讲哪一档啊 你看今天啊 今天世新在大跌的时候 好在啊 没有跌停啊 好在啊 他们在大跌的时候 你看这个都要用了 你看看 这支都要用 都没有到平盘下了 都完全没有 很干脆啦 我今天做了一个 昨天就买啦 不是今天才买 我昨天就买啦 我这边就有讲 会员是 获利是11%到13% 昨天因为昨天就已经买 当然就超过10% 那今天再做一次当冲 第一岁啦 当冲不一定要操作啦 第一岁啦 当冲啦 要不然还贪着半岁停办 还贪着半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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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用什么操作 我们是用基本面操作吗 你如果要经常说基本面 这支钩壁不买啦 我跟你说啦 你不要跟我说基本面 这贪6元啦 贪6元啦 贪6元的钩壁100元啦 你跟我说基本面 我可以跟你讲 人家第一季赚6元啦 不是6元喔 6元是6元喔 6元是6元的10分之1而已喔 6元啦 但是我跟你说 月创今年啦 5、6元以上太简单了啦 太简单了 对月创来说太简单了啦 我跟你讲明的啦 你知道人家在玩什么吗 股票基本面是看未来的 不是看它旁边的 看这个东西干什么 你看这个有什么用 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嘛 在说什么 就好像说这个啊 你说这个贡献股票做短线 那你知道说人家去年赚2块 第一季赚0.96元 那你知道人家这个营收 要开始暴冲了 你知不知道 你知道他今年要赚多少嘛 你跟他在说那 常常在说基本面 那如果有人说基本面 大家就贏这支啦 说这支了钱啦 我告诉你 说这支第一季了钱啦 所以他为什么最近股票价格 会比较辛苦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赔钱啦 他没有赔钱啦 那他第一季也没赔钱啦 我跟你说啦 会去的是这支啦 我知道已经说过了 他才叫正常啦 因为他除息只有除5块 所以他没有 他没有除息钱的 大幅的卖押 因此大幅不会强补 就像 你那常隆那 除那么多钱 70块 揚明20块 那缴税缴30% 40%他受不了 他会先卖再来买 或者是买期货 或者是买全正 那但是他 他回头会回补现股啊 那这两股票不用啊 所以他的走势才叫正常啦 他这是正常啦 你说老师他赔钱 赔钱我带我会员买56块8 你记起来 我今天叫我的会员买万海56块8 反而我认为长隆阳明 会进入整理 万海会涨 或者是三浪都涨 那你这个操作上就是要理解 我们在想什么 那不是万海没有赚钱 你又来啊 又来啦 没有赚钱的股票才会飙啦 你会败败 你败败 你败败 很多股票标股都嘛是这样 技术分析最大的用处在情绪管理 交流好友 这个操作上 这个建议啦 还是跟着我操作啦 你看节目当然很好啦 有赚钱我也是替你很高兴 那是跟我们操作 我们用了手机简讯通知你买卖 像昨天我们就买具有客了嘛 昨天就先买好了嘛 等别人来拉台嘛 不是这样很好嘛 了解吗 今天的报告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 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